建築物被轰出一个大洞倒塌的残骸中 还可以看到烟雾鸟鸟生气 消防人员搭云梯车救出受困民众 不过有民众被救出时已经明显死亡 俄罗斯军队彻夜炮轰炸破热 除了酿成死伤还有多栋民宅毁损 更引发大规模火灾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批俄罗斯太邪恶 扎普罗热州是俄罗斯宣布并吞的乌克兰四周之一 不过俄军并没有完全掌控这个地区 而俄军会急着发动攻击 就是因为乌军反攻速度之快 光是在乌南的赫尔松 乌国部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重新夺回超过500平方公里的领土 解放越来越多村庄 不过军事受挫的俄罗斯总统普丁表示 失去几个主要城镇之后 预期吞并乌克兰四周局势将稳定下来 另外有媒体先前报道 普丁宣布局部动员令征兆数十万人投入乌克兰战士以来 已经有七十万名俄罗斯人逃出国 对此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 并表示虽然他没有确切的数字 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比当局掌握的多太多 但不管确切数字到底是多少 可以确切的是的确有几十万名俄国人 是不愿意上战场成为普丁野心之下的牺牲者 欢迎新闻孙燕林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